高探马中如何体会 肩推肘 肘推手这一动作要力 拎起来之后 你头自然又向上领 两肩自然又下垂 这也是个松肩 你体会这个劲 你就知道是肩推着肘 肘推着手向前走 稻齐驴中的旋转 应如何保持身体重心 你右边一定要定成一个轴线 竖轴 你看 开 摆脚 这时候摆个脚尖去 脚后跟 一样蹬住力 跨印的定住 肩要定住 然后整体旋转 稻齐驴这一世在 积极中有何威力 我随身 左手下按 保持身体的平衡 白脚 上步 这时候也转身急 转身小小脸 太极驴养生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太极驴养生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一同跟随红森老师 学习了红式太极拳二路的 第18式到第22式 这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跟随红老师来学习 第23式到第27式 小红拳 高探马 穿梭 稻齐驴和闪通背 节目开始 还是让我们跟着红老师 把上节课学习的式子复习一遍 我们从斩首最后移动开始 翻画五袖 转身 上步 换步 沿首红拳 飞步 往蓝肘 大红拳 右转身 高探马 观众朋友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 今天的学习当中 首先我们请红老师 把今天要学习的这几个式子 小红拳 高探马 穿梭 稻齐驴和闪通背 为我们连贯地展示一遍 我们从右转身 高探马 最后移动开始 小红拳 高探马 穿梭 稻齐驴 闪通背 观众朋友 下面我们就开始详细地学习 今天这几个式子 我们先从小红拳和高探马 这两个式子开始 黄老师 请您先带着我们做一遍 好 我们从右转身 高探马的最后移动开始 落脚 好 进步 一 二 高探马 黄老师 我们先来学习小红拳这个式子 好 小红拳这个动作 是在右转身高探马之后 是接右转身高探马 落脚 第一动 注意 右脚尖 外摆 右脚尖 外摆 向前 落脚尖之后 向前进步 这一动 第一动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右转身高探马 高探马的时候 这个右膝 这个右膝是向里扣 外摆右脚尖 原地外摆右脚尖 落脚 落到您前 左脚的前面 成小盘步 然后转身进一步 一肩宽 两手 左手走 右手走正行圈 左手走顺缠 进一步 挤 用这个肘挤 然后侧步 再进一步 反复走三步 黄老师 这个小红拳和大红拳 它们两个对比起来 您当时说 这个大红拳 它这个手的幅度 会比较大 对 这个大小红拳的分别 差别是在哪 大红拳 我们是 身体是走这个步法 是斜步 斜方向 是右前斜脚 所以右手的动作比较大 小红拳 是我们走这个正方向 身体的左侧 左侧正方向 所以两手的动作 比较 幅度比较小 是在两手的 是在身体中心的两侧 做小圈 小侧圈 小侧圈 黄老师 我们在侧脚的时候 您说要脚尖去擦地 对 那我们在向前进步的时候呢 向前进步 是脚后跟 脚后跟 脚后跟里侧 擦地进步 这类因例区别 黄老师 那这个 我们每进一步 每退一步的距离 大概怎么掌握 我们 小红拳这个动作 你看 落脚 进步的时候 一肩半宽 一肩半 再跟半步 成一肩宽的后续步 撤步的时候 也是一肩宽 撤一肩宽 在撤前脚的时候 也是一肩宽 撤半步也是一肩宽 也就是说 我们上前的时候 先是卖到这个一肩半宽 对 因为我们还要后边 再上一步 成一个后续步 对 这个时候就是 正好是与肩同宽了 对 这是个规律 规律性的东西 大家以后在复习 练习的时候 注意揣摩它 你会慢慢去找出这个规律了 洪老师 我们再往下学习 下面一个式子 高碳码 高碳码 我们在小红弦的最后一动 后撤步 向一侧开 两个手不做动作 这一动 右手松肩成轴 左手不要动 合步 右脚脚后跟里侧擦地 攻膝 两手打开 一上一下打开 走反手圈 撤步 那是高碳码 这个式子 我们的方向 是从一个正的方向 转到了斜的方向 斜方向 这个动作 第一动 大家注意 撤步的时候 动作我们可以提膝 然后 脚后跟里侧擦地 向你身体左侧 左斜前方开 然后落脚尖 成侧马步 这时候右手 现在做右手 右手松肩成轴 大家看 右手松肩成轴 左手不动 再撤右脚 开步 开右脚的时候 也是脚后跟里侧擦地 向外开 然后攻膝 成侧马步 两手 走逆缠 在您的膝盖 两侧的方向 向上开 注意 这一点 注意一点 就是左手 这个右手 腋下 能放下一横拳的时候 大家注意 以肘尖为肘 只转小臂 转过来 然后合步 侧步 小臂 放在您的身体右侧前方 不要向前开小臂 好 我们最后这个开手是 动肘的这个力量吗 用肩 推肘 肘 推手 这一点 大家就像这个肩下压 下压这个一点 实际上是个松肩的一个过程 这一点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什么呢 打比方 我们去超市 买两桶油 你拎着的时候 你不会两肩向上 这样走路 你这样走路 感觉很累 累 再一个 你不会低着头走路 低着头走路 一会儿 你感觉到后背 累得抬不起来 一般都是 我们正常的动作是什么呢 拎起来之后 你头自然又向上领 两肩自然又下垂 这也是个松肩 你体会这个劲 你就知道 是肩推着肘 肘推着手向前走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看 我在这儿 落肘的时候 没可能是肩 先做动作 手部有个自转 手的这个自转 其实是肩和肘 去推动它的 不是它自己转的 不是它自己转的 在详细地学习完之后 请您再带着我们复习一遍 我们从右转身高带马 最后移动 下意识 小红拳 落脚 进步 换手 蹬步 撤步 撤步 高探马 打赚 战监 战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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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紅拳 此事如同雲首 注意 收肘時不要向回收手 出手時肘不要先動 高探馬 左轉時也應看右前方 右手亦向右前方 不可偏向胸前 過則丟勁 從右轉身高探馬最後一動 對方為破解他的背勢松肩成軸 我落腳 進一步 軸擠對方 第二動 對方繼續松肩成軸 進一步 準備用軸擠我 我側步 側步踩鋁 然後對方為破解他的背勢 側步想用前掌緊帶我 這時候我進一步 還是軸擠 高探馬 最後一動 小紅拳最後一動 高探馬 對方在我的左側 轉過來 在這邊 在我的左側 推按我的左肘 我進一步 從這兒 推按我的左肘 我側步 向一側 側 這時候對方換步 換步的時候 我反拿 左手反拿對方的手腕 然後再向前開 這時候走 右手向上 保持著自己身體的平衡 這時候對方繼續進一步 進一步到我當內 準備用軸擠靠我 我側步 轉身裡 到齊驴中的旋轉 應如何保持身體重心 你右邊一定要定成一個軸線 束軸 你看 開 擺腳 這時候擺個腳尖去 腳後根 一種蹬住力 跨印的定住 肩有定住 然後整齊旋轉 到齊驴這一世在 積極中有何威力 我隨身 左手下 保持身體的平衡 白腳 上步 這時候也轉身急 轉身小小臉 太極與養生正在播出 敬請關注 觀眾朋友 下面我們繼續來學習 穿梭 到齊驴和閃通背 這三個式子 洪老師請您先帶著我們做一遍 我們從高碳碳 最後一動 穿梭 好 到齊驴 閃通背 貴老師 我們先來學習穿梭這個式子 好 我們從高碳碼最後一動開始 第一動 右手走順纏 大家注意點直轉小臂 收步 然後右腳向您身體的正前方開 進一步跟一步 右手傳承個幾岸 右手走逆纏幾岸 順纏回收 逆纏幾岸 反覆走三步 往後退也是三步 往前進也是三步 對 進退三步 主要是複習念法 步伐的靈活性掌握 嗯 洪老師這個式子哈 乍一看起來 感覺跟小紅拳有點像 但是我們這個手 是疊在一起的 這一點注意 大家注意一點 因為 左手 在您身體的中心 位置做這個小 做小圈 做小圈旋轉 大家看 一 一 一 二 實際上是走兩個正手圈 走兩個正手圈 只不過這個圈比較小 你看我給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它實際上是走著 這兩個正手圈 但是注意一點 我們走的 右手圈比較大 左手實際上是在您身體的中心 沒做 沒向前推 它只不過是 右 左手在後面 起個助攻的作用 是因為前幾 是起個助攻的作用 這一點 大家以後再練 對 左手在你身體內 中心 中心的位置 做小反手圈 小反手圈 練熟之後呢 您這個右 左手 可以練習這個小穿法 小穿法 小穿法是什麼 對 你看 它這個右手 左手在這個 圓位置做了個小穿拿 也是一種活動手指的一種方法 單做這個動作 就感覺這個手指的每個關節 都得到了運動 對 洪老師 我們再來學習下面一個式子 倒其鋁 好 在穿梭最後移動 右手 右手不要做動作 左手 走 逆纏 畫反手圈 轉過來 右手收肘 右手 第二動 右手在收肘擺腳 左膝向上提打 身體 身體旋轉180度 轉到您身 轉到您身體的側後方 嗯 老師我們在轉的時候 應該怎麼注意保持重心 注意這個旋轉的時候 右邊一定要定成一個軸線 束軸 白腳 我們在那個抽血者 你可以分開練 最後在穿梭最後移動 左手開 擺腳尖 落住腳尖之後 轉身 繼續擺腳尖 然後再提膝 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要連貫旋轉的話 您右邊一定要定成一個軸線 束軸 你看 開 擺腳 這時候擺個腳尖去 腳後跟 一種擔住力 跨印的定住 肩有定住 然後整齊旋轉 轉過來 霍老師在轉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這個是腳尖受力 還是腳跟受力 腳跟 腳跟 以腳跟為軸 右腳跟為軸 身體整個旋轉 霍老師我們再來學習下面一個式子 好 閃通背 到齊旅最后移動 落腳 落腳後跟 扣左腳尖 左手下岸 轉身的時候 右手不要做動 在原位置不動 轉身之後 放到左肩這個位置 左手下岸 左手走 翻手圈 收軸 右側步 左手在您的心口 心口位置下岸 向外擠 走這個拔頸繩這個動作 這是閃通背 霍老師我們這個式子方向的轉換是 後撤了一步 後撤步 霍老師我們在撤步的時候 要注意些什麼 比如說它的角度還有距離 對 這個側步 高探馬 這個閃通背這個側步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扣腳 扣腳之後 左邊一定要定性軸 豎軸 不要先動身體 我們初學者可以分開做 先側步 腳尖蹬住 以右腳尖為軸 左腳以腳跟為軸 兩腳同時向回蹬 嗯 嗯 方老師我們身體在轉的時候 兩手也是不動的 在這個位置上 我們初學者呢 是做的時候先做腿部的動作 你看 穿梭最後一動在這 扣腳尖 左手下岸 先側步 再轉身 這是練步法 如果練步法的同時 你看我們 側步 左手走反手圈 受軸 然後轉身 再做左手的動作 嗯 洪老師 在詳細地學習完之後 請您再帶著我們複習一遍 好 我們從高探馬最後移動 穿梭 好 收步 進步 收步 進步 收步 進步 到齊驢 鞭 閃通背 穿梭 此事注意在進步時 後腿要更高 跟進半步 乘一間寬的小馬步 退步時前腿也要跟退半步 到齊驢 練此事必須注意 右當鬆開 右膝下沉 左腿的膝部 將斬未斬 四趨四直 以保持重心的平衡 閃通背 此事嚴法以右前方為主 用法包括 右轉棚 左轉退步裂 進右部右拳弓 右轉左撩音 右轉蓄勁 右轉背靠等法 在高鈦馬最後一動 我裂拿對方的時候 對方送肩成形軸 想軸擠我 我隨身收步 右採 左採 右擠 接著根部 向前擠按 走著擠按 這個倒棋驢 是對方 用徹腳 擠我 徹腳進一步擠我 我隨身 我隨身 左手下按 保持身體的平衡 白腳 上步 這時候也是 轉身擠 轉身小小脸 對方在 轉過身來之後 送肩成軸 準備 進他的左手攻擊我 我這個 左手下按 右手上擠 這時候對方 繼續進 走擠我 我的右手下按 左手 防他的手 起手 再一個 對方是在 我的正前方 進拳 對 進拳打我 這時候我左手下按 右手上擠 閃通背 最後一動 對方是在我的左側 向右退過了身體的時候 我身體容易產生後仰 這時候我是內扣腳尖 內扣腳尖 右手反拿對方手腕 左手畫反手圈 在您 在對方的 肘外 小臂貼對方的肘外 側步 別拿對方 紅式太極拳 是由太極名家 紅軍生 在繼承 陳式太極拳 原理的基礎上 得一代宗師陳巴科首肯 根據實戰運用 將施授之技法 容於套路之中 精煉簡易 噓而厚化 自成一體 此拳架以實用為本 禮經法密 與眾有別 行權 整密端嚴 清靈自然 至今已傳集世界各地 被世人尊為 紅式太極 為了便於廣大便是觀眾 理解記憶套路 掌握動作要點 太極與養生欄目 每周都會對本周所教授的 全法套路進行小節複習 歡迎收看 太極與養生下期播出 敬請關注 觀眾朋友 這節課我們一起跟隨洪老師 學習了 紅式太極拳二路的 第23式到第27式 小紅拳 高踏馬 穿梭 稻騎驢和閃通背 洪老師 下節課我們要學習哪些式子呢 下節課我們繼續學習 進一步嚴守空槌 裹身邊 右轉身裹身邊 手肘式 披架子 和翻花五袖 觀眾朋友 下節課我們要學習六個式子 內容非常多 希望您在課後能夠加強鞏固 反覆練習 為下節課的學習打好基礎 進一步 進一步